夏天到了 如果说来一杯清凉的蜂蜜水 真的是消暑又健康 不过呢 在市面上面充斥的很多 用糖水混装的假蜂蜜 我们应该如何分辨呢 这一次呢 大岗山龙眼蜂蜜节 在礼拜六就要开跑了 今年的蜂蜜品质比以往多很多 而且好很多 我们待会呢 请县长杨秋心 来教大家如何分辨真假的蜂蜜 清凉消暑的蜂蜜水 加上花粉一起泡 双重口感让你喝出不同风味 你把它敬一下 它不会融化 夏天喝蜜茶 消暑透新凉 不过真蜜假蜜可别傻傻分不清楚 让连续举办九年龙眼蜂蜜节 对蜂蜜辽落执掌的高雄县长杨秋心 来告诉你 手就看不出 你来看 它的泡沫 这个不可以 它的泡沫不可以 一年一度的大岗山龙眼蜂蜜节 除了有令人大开眼界的蜂蜜表演 测试你的胆量 更有琳琅满目的纯正蜂蜜 现场展示 今天的龙眼的产量增加相当多 所以今天的蜂蜜大概我们增加三成左右 那今年的蜜的品质当然也更好 集结岗山 田辽等六个农会所产的优质蜂蜜 盛大的龙眼蜂蜜嘉年华 这个周末就要开跑 要将经过政府评鉴 品质保证的优质蜂蜜 推广到全台湾 岗山龙眼蜂蜜 蜜外全台 民事新闻 郑黄晋级 高雄线报导